那说达码平台呢 就不得不说这个云达码对不对 大家之前有用过吗 之前也是在上面做过兼职吗 云达码 之前呢我给大学老师上课 大家老师跟我讲 他们有学生呢 天天在上课的时候也不听讲 在下面拿笔记本 对着屏幕敲敲敲敲敲敲敲 那就看一眼他敲什么 发现在敲一列码 不能输不能输 以前呢可能能输 好几万个一列码 一个一列码可能就几分钱 所以他们一个月呢 他们输到几万块 几百个几千个就不错了 一两千个左右 然后一个月可能可以挣800块钱 生活费就这样子 要一直输 然后呢这个 可能就是在这上面做的 对吧 那大家如果确实呢 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对吧 但是这个很麻烦 对吧 但是呢 他给别人给他输入验证码 那边的同学呢 价格非常便宜 对来结构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便宜的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价格怎么便宜呢 就是可能我们 十块钱或者几块钱 就能打好几千个码 几百个码都是可以打的 所以非常非常便宜哈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他能够识别什么样的验证码 在这里呢 有这种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能够识别验证码呢 就是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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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就这种页码都是可以识别的 对吧 那怎么用的呢 在他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开发文档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有代用事例 代用事例是什么呢 就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 Python的 该怎么用的 或者比如说 这个HTML版 网页版的 代用事例 然后对的话呢 只用干什么呢 只用在这个地方 给这个地址呢 输入这些内容 输入这些内容 然后呢 选择一个本类的文件 然后点一下这个按钮 其实就是发送 给这个地址呢 提交一个请求就行了 请求完了之后呢 它就能够对应的 去返回给我们 返回给我们 对应的这个结果 在这个地方也是有 这个Python的 HTTP的代用事例 然后我们把这个 代用事例也下载下来了 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 一个达码 然后Python文件里面 大家看到没 这里一个class YDMHTTP 对不对 这是云达码 它官方提供的 所以我直接把它复制过来了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只用电文卡里面 方法就完事了 所以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在它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请求下面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需要在上面 注册 注册用密码 我们放到这个地方 对吧 就是我们云达码用密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去注册一个 APPID或APPK 当然大家用我的这个APPID APPK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就比如说 这个APPID和APPK呢 是在开发者的地方注册的 注册成为它的开发者 注册之后呢 如果说别人在打码的时候呢 用了你的APPID APPK呢 就可以往这个对呢 APPID APPK上呢 反线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打码不是要给它交钱吗 对不对 比如说 5块钱能识别好几百个码 那比如说当我们输入 当一个用户充值5块钱的时候 如果是用到我这个APPID的话呢 它其中可能有30% 也就是1块钱 2块钱 可能就到我这个账户里面去了 你解吗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它能够让一个开发者 去推广它自己的这个APPID和APPK 顺便的也能推广它的 这样一个打码平台 对吧 所以说它这几个参数都是需要的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还需要一个什么呢 验证码的类型 就是不同的验证码 它是有不同类型的 对于类型在哪呢 对于类型的类型呢 在这个地方 这里呢 也有这个提分和价格表 大家看一下 四位的英文数字 它类型的是1004 那比如说 当我们要识别一个四位的 包含英文和数字的 这样一个验证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类型呢 写成1004 然后这个分呢 对于10分 那10分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 100块 对于呢 是10万分 那10万分 打10分的体力 打多少次呀 1万次对不对 那10块钱 就是1000次 对吧 所以是非常便宜的 这个价格 你可以打一个千个验证码 对吧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呢 在这个下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类型的验证码 比如说 这是常用类型 然后对于呢 还有纯数字 数字 英文数字的 然后有这种长度的 20个英文数字 然后这一分 一体是50分 验证码是50分 那纯汉字的话呢 价格稍微贵一些 20个纯汉字呢 有时候验证码吗 应该没有吧 20个纯汉字 对吧 这是200分 那纯英文的话呢 也是有不同的 对于那不同验证码类型 有不同的价格 对吧 其实就是价格 还有纯数字 对吧 也是有不同的 也是有不同的类型 然后任意字符 这里也有的 不经常呢 英文数字符号 空格 三体份一个英文 或者符号 十体份一个汉字 然后这是不经常的情况下 对吧 还有些特殊类型 那看也可以看一下 不经常英文数字 汉字 空格 字符号 那谷歌的验证码 九公格 九个汉字符号 选四个 九个汉字符号 选一到四个 再进程度计算题 十四分一题 这时候拿 二十分一题 还有什么呢 多选题返回数字 八个图中选中 一到八个 就是二十分 然后动态模糊的 这种 也是对内有的 一些特殊的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填成之后 还可以填成超值参数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 一个方法 比如说首先 这个方法叫 identity by fail pass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 给它传一个 本的文件 它识别一个 本地文件里面的 验证码 然后给我们反复回来 首先怎么办 先实力化一下 它提供这个内 对不对 先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呢 当然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这个方法 就是查询余额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是用云南版 抵抗这个方法 传入路径 传入验证码的内型 传入超值参数 就是这成六十 对吧 它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那这里呢 它对应的官方的 提供的这样一个文档里面的 这一行是没有被注释的 当然我把它注释起来 为什么要把它注释起来呢 因为它没有注释的时候呢 对应的是 通过文件 通过本地的 给它传一个本地的文件 然后它去识别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做的事情是做什么呀 open一个file 然后是由rp的方式打开 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把一个图片 读到对手里面去 转弯着二进度的形式呀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paro里面 其实我们获取一个验证码 我们本来就是个二进度的 对不对 response的content 是不是就是二进度的图片的验证码呀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把它注释起来 我重新写了一个方法 叫identity这个方法 这个identity的方法呢 只用给它传一个什么呢 response content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发动情况 它凑了一个对应的响意 给它传过去完事了 但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注释起来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后续面呢 调用这个方法 它就能够识别出对应的图片 对应的URG的图片内容 那么如果说我们调用这个方法 需要把这个地方的注释网 给打开 理解吧 理解吗 这个地方 调用这个方法 它是干什么呀 它是通过本地的文件 去识别本地文件的验证码 我们需要给它传入文件路径 那前面呢 我们只用传URG对应的响意 就完事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地址呢 对应的视频人码 我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一个验证码呀 然后呢 我先发送过来 这个验证码请求 或者它的content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内容呢 通过WB的方式 写到testpng里面 testpng到时候呢 执行这个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写到进去 然后我们再实际一下 这个图片内容 能看明白吗 为什么我们要先写一遍呀 我想知道这个验证码 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这个验证码好像它会变了 是不是会变呀 我想知道当前 我请的这个验证码 都是什么样子 以及它识别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致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重新执行 我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UID和Balance 是我在这个地方 经济于要查行的内容 对不对 大家通过这里 可以看出来什么样 还有钱对不对 可以看出来19期 它没有跑我的代码 太慢了 之前呢 我把这个账号呢 充了五块钱 给了班上学生去玩 就玩了最后 昨天的时候 我今天要讲这东西吧 所以我昨天就看了一下 这个里面还有没有多少分 我发现还有一千多分 对吧 所以它是很慢的 五块钱 可以打很多印尼码 除非写个有死循环 在那不停的识别 对吧 当然是没有必要的 对不对 这个太慢了 都玩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写发动的时候 玩不好 其实是件非常淡疼的事情 对不对 这地方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的 所以我们就是不在这 那段时间了 只让它在这跑着 然后呢 我们去写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程序呢 是要干什么呢 是要来识别豆瓣 上面这个图片 对不对 对呢 印尼码的地址 对吧 我们需要在这里改进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只是在这 手动书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把timed.165去掉 我们要识别 识别验证码 那验证码 豆瓣的验证码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在这里位置啊 这个验证码是不是对面是个图片呀 图片对面可能是个URL地址的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这是这个URL地址 对吧 我们就请求一下它 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下这个地址 大家有发现什么吗 大家有发现什么吗 我这里就不能点刷新 验证码没有变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图片呢 它是有个ID的 看见没 这是不是有个ID在后面呀 说明什么呀 说明当前我们只需要从 豆瓣这里 把这个图片禁止提出出来 去发生一个请求 拿对的响应 我们是不是就拿到验证码呀 跟这个还不一样对不对 刚刚之前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现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之前 我们发现 那个验证码是同一个URL地址 但对应的 这个验证码会不停的变化 是不是 那这两个用途呢 在后续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呢 都会是这两种情况 那这两种情况呢 我们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豆瓣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那种方式 那所以说我们要识别上的图片 我们是不是得先把这个图片地址找到呀 那图片地址怎么获取呢 大家看到它是一个image 一个ID 对于CAPTCHA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图片的地址拿到 比如CAPTCHA imageURL 等于什么呢 driver的 干什么呀 find element by ID 对不对 by ID 然后呢把这个ID说进去 就是它 说进去拿到之后 说进去之后 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元素呀 得到这个元素怎么会到SRC呀 SRC这个元素的一个什么东西呀 是不是它以为你办的一个属性呀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方法 叫get attribute这个方法 get attribute就是获取属性吗 tribute是不是属性的意思呀 他通过他们获取的属性对的值 传SRC进去 就能得到对应的URL地址 得到URL地址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交给request去用了呀 那么在这里那么import一下request 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我们request的get 那么我说一下 cptcha 这边content 等于request叫get 它这个URL地址 对不对 去锁了哈 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在content 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这个URL的图片的URL地址的一个响应 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然后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云达码那个方法去识别了呀 那from 云达码 那么给它传一个这样的content 那么有一个 ptcha code 等于什么呢 identity 然后呢 把cptcha content传进去 是不是就能识别出来了呀 那识别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输入验证码呀 输入验证码 验证码咋输呀 它是不是也是在一个音符的标签里面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先丢到它才能输入呀 那点击 选择工具选择一下这儿 这里是不是有个ID 对于它呀 和之前一样 driver find element by ID 对不对 然后输它进去 进去之后呢 点send case send case send的什么呢 是不是send的它呀 放它放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再click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什么呢 验证码的识别结果为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copcha code 然后我们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python0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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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刚刚没有注意到 什么问题呢 我们好像没有给它输入这个验证码类型对吧 验证码类型呢 我们并没有确定是不是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这个验证码类型是什么类型 我们是不是得确定一下 就给它输入进去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个 好像是这个 六个数字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station呢 它还是六个数字的对吧 七个对不对 还有TATL1 那有的刚刚那个breaker是五个对吧 那么就给它找一个七位的 纯英文 对不对 纯英文 七位的纯英文 17分307 再放在这里 就是了 我们再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重新跑一个程序看一下结果 刚刚为什么要填出验证码类型呢 有可能这个验证码呢 它是八位的 就是说有可能是八位 但是我们只写了一个305 是个五位的 会导致什么呢 它只给我返回五个字幅串 那验证码肯定就是错了 对不对 但是六没关系 英文写的是七嘛 肯定是能够识别出来了 对不对 包含在里面 英文刚刚写的307 它是七个 不太慢了 不太慢了 因为这个图片呢 它有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它好几K 可能有好几K 对不对 它就把好几K的东西给它传上去 然后才能给它返回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网速不好的话 它可能就会比较慢一些 正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网速好的话呢 它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快的 它给我们识别错了 对不对 接着把它识别结构为 这个玩儿 钱掉了 还识别错了 对不对 它把T呢 识别成为C 对吧 重新来一遍 这根子是很小的 我之前用了好多次 它这是第一次间谈把它识别错了 你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什么书呢 为什么还要通过程序去书呀 因为将来我们程序我们放在服务上我们看不见了对不对 我们并不是每次每识每识每识都会用三六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说我们之前用如果是用request来做呢 或者说我们使用fondomgs来做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不是不方便呀 而且我们不能盯着这个屏幕去看它应该码是什么对吧 我们在自己的地方里面打开一个印的码 我们发现是a 但是另外一个 再打开一遍的 它就变成b了对不对 这印的码是一直在变的对吧 并不永远是统一个印的码 那统一变的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 大家下个休息时钟马上的砲吧 下个休息时钟马上的砲吧